不论是精彩刺激的冒险动作片 惊奇魔幻的3D片 或者是温馨感人的小品电影 除了让人印象深刻的经典对白 绝对少不了以动作、道具、氛围、声音、情境等元素而建构的印象 花林县文化局和台湾编剧协会黄英雄导演分享 以简单方式口述影像 把看见的说出来 让视障者能够获得文字上的感觉 为视障者口述影像服务 是一种透过口语或文字叙述 将视障者无法接收的影像讯息 转换成言辞符号 让视障者也可以克服视觉障碍 首场的视障者电影院听赏 6日下午在花莲新文化局图书馆举行 很荣幸我们花莲新文化局图书馆 我们是林投阳 我们是第一场 真的很高兴 然后在今天3月6号 能够把日本电影日日是好日 在这样子的场合播放给大家 我们今天也很感谢 就是邀请在场的台湾编剧艺术协会理事长 黄英雄老师他会为我们 为我们就是带来这个电影的 就是一些解说一些介绍 导赏人台湾编剧协会黄英雄导演 也以他20年来的经验 传授现场民众了解 如何将文字转换成画面 以口述的方式来导读电影 各位知道印象语言嘛 语言就是语言嘛 但语言我讲你听得到 但讲的话你没有办法 百分之百能够理解 那个字面上里面的背后含义 所以有印象语言就不需要靠 这个口述者 那要求口述者 他能够谈的事情的话 那就必须要怎么样 要具备一点点的编剧导演的 一个所谓的基本常识 简单的说 口述影像就是把看见的说出来 为视障者口述影像 乃至于对任何视觉属性的传播媒介 以文字无感的讯息口语转述 影像便是在不干扰正常节目声音讯息 和对白的情况下 将影片中的视觉转换成声音 人的无感让视障者 能够感受一下电影中的氛围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 感谢您的观看